911. 反其事 1911. 反其事 2012. 反其事 2013. 反其事 2013. 要公平的未來 2013. 疫情推動反其事 2013. 讓這樣的事情不同的組織 2014. 不同的人 2014. 在這個島上 2014. 都可以被公平的對待 2014. 但這次 這是其中刊的報導 這裡面被報導人 他說在了故事 但是他把整個族群都牽托進去 如果報導的內容 如果受訪者強調的是族群的仇恨 媒體需要擴大族群的仇恨嗎 媒體不需要以公益的角度做守能嗎 所以這部分媒體很明顯的失職 在台灣很不幸的就是因為沒有法律可以制裁 這樣錯誤的事情 所以這樣的錯誤一再發生 我們再回覆這些歧視的歷史好了 大家聽說一下 好山好水好無聊值得勝財禮 對不對 而且愛喝酒 然後國民黨的中常委說原住民是雜種 應該禁止原住民跟其他人同歸 大家都還有印象 拿今年的電影來講 鐵絲與玲瓏 嘲笑曬德克主 這都是很嚴重的歧視 但是能夠改善嗎 沒有 如果是在美國的話 某個銀行公司 是因為對不同族群的利益 是比較大的話 懲罰了一百億新台幣 某一個老闆講了 族群歧視的言論 他終身被驅逐MBA 這也都是很近的事情 是那麼的嚴格在面對 但是台灣就是沒有 所以有這種法律的推動 對這個法律要保障的人 保護的人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希望透過這樣的法律推動 對這些常常被歧視 遭受歧視的族群的人 都能夠有比較好的對待的話 這樣的機會 發展的機會 也都會比較平順 比較美好